大家早晨 欢迎大家收听《芒向早晨》 这里有我Raymond Wong 还有加拿大的家产生 大家好 早晨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可以帮我们按like 就是未听才like 按分享 多点分享给朋友 让中间的声音可以壮大 以及让理性的声音可以流传下去 还有就是订阅 未订阅的朋友希望你尽快订阅 壮大中间的力量也是 因为现在我们就算和议员 想寄封信给议员 我们都只可以和他们说 我们这个台只有六万一千多个订阅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有十万个订阅的话 我们寄封信的力度都可以大些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说回录音的时间 2019年8月15日 录音的时间就是早上5点45分 言归正传 说回早晨今早要说什么 我就看到那些暴徒 昨天都出来道歉 我认为我们广大的听众 不应该再被这些暴徒欺骗 加强生 你是不是找了很多文宣 找了很多文宣 踢爆他们 首先如果要看文宣 第一个文宣就是立场新闻 我们昨晚已经说过了 我们做错了如何如何 这些当然了 今天找了几十丁有在机场公公道歉 然后又有几十丁有在机场公公道歉 有几十丁有在机场公公道歉 配合的就是立场新闻的文宣 我知道如果是忠实撑警 相信law and order 法律与秩序的人 当然不会看这些文宣 这些文宣其实是和他自己人看的 让人们分享 目的就是他们不应该受到这种对待 国外的文宣也有的 这个BBC 他做了一段两分钟的帖 中文白网 把所有东西很忠实地做出来 但是最后那段就很厉害了 就说 因为毕竟这些人都是为了 自由和民主而奋斗 我们应该理解他们 这样说 这个是所谓西方传媒手法的一贯做法 就是类似我毛孟静那样 他们做错了 但我们不会割借 而且他是为了你的 大家原谅他们 那些坏事 永远都是这样做 但是记住 其实西方有一句说话 由古罗马传来的 叫做看行动不停言 你要看一个人是怎样做事 而不是看他的怎样说话 就是等于一个坏人 一个坏人整天跑去滚 整天说自己下次不会滚 结果都会滚一样 老鼠安 比较贴提一些 就是老鼠安与王心泳 那件事件一样的 大家明白的 老鼠安始终都是老鼠安 他们永远都是阴阳两手的 阴一实 阴阳两手 阴阴就文宣 阴阳就打架 如果大家留意到 阴阳是这样的 有个暴力的旋温 首先 星期末就打大 星期末就收割一下 那些情况 如果他们的战术就是 星期末就打大 然后如果他们超出了 可是他们是做错了 如果他们做错了 政府过了伐压 政府过了伐压 民宣 所以就会群起而攻之,攻击政府 为了下一个星期的打打架而做准备 中间就会找一些老公公、老婆婆、爸爸、妈妈 或者一些专业人士站出来,说政府做错,警方做错,你去死吧 而且尽量收拾一下,看下哪个题目,上个星期的题目就是警方暴力 留意一下,现在仍然在暴力,警方暴力,再前个星期就警察勾结 全部都是作出来的,其实不是事实 我们有看实战旁述的,其实就知道他们都是乱说的 其实我们在警黑勾结,说屯门白衣人无差别打黑衣人和那些市民 其实那一段时间已经证明了他们这些文宣 根本上全部都是谎言,起码就算不是全部都是九成是谎言 因为其实本来就是黑衣人和白衣人嘔斗 这些事情他们全是没有说的,打输了就扮良民 其实之后警察暴力,又不说示威者怎么暴力,警察怎么反击 我们看着来做的,看着直播来做节目的,我们有人看着的 你不可以把黑的说成是白的,说没有罪的说成有罪的 警察无罪,其实就是说警察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怎么办 其实这个社会如果有人暴动,为什么警察不可以振暴 你解释给我听,其实这帮泛民全部解释不了 不单只是泛民,而是这一帮人,由泛民、传媒和一些网上的KOL 再加上暴徒和李飞全部一批东西过的,这个团体 全部都是丁蟹来的,这个团体我们昨天骂过的了,其实全部都是丁蟹 其实就是离了大谱的,总之大家要留意一下这一件事 其实除了这些细节之外,还有一件事 其实讲一下理论框架,就是我最喜欢讲这些 就是亦都是喜欢讲气,看回大时代 为什么那个蓝杰英做的那个凌姐会这么凄惨呢? 就是因为丁蟹打拳的时候,打死了凌姐的一个 不知道是凌姐的表弟还是弟弟还是什么 然后丁蟹就去了凌姐家里道歉 然后凌姐就接受了丁蟹的道歉 那么凌姐的悲惨的一生就由那个道歉开始 所以这帮丁蟹的道歉 大家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如果大家接受这帮丁蟹的道歉 大家的生活 未来的生活 就会像大时代里面的宁姐那么凄惨 我只是讲道理 我不太细节 因为细节我也没时间看 是家产看多些细节 所以家产可以继续讲 社长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如果当他占上风 在星期日日占上风那时 就会累积的雪球一路打到下一个星期日 再挑人 如果万一好像这个星期日 大家留意一下他会怎么样 问题是他很少犯错 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 这个星期日他做了些不对的事情 于是在半个小时 从一个小时内出文宣组 找人整图 还是试图转移视线 转移视线失败便道歉 由文宣组和李飞组找些人 然后文宣组尤其是《立场新闻》 我相信大家不会看的 但都是写了几句 还有几个在网上有影响力的KOL等等 就说你们做错了 要认错了 找毛孟静那些 我整天都说 我其实很不想提这个八婆 我是很恨她的 在那里弄哭了 她这些是恶如虑来的 真是离谱 这班人为善 所以我很恨她 绝对是偽善的 当然了 而且他们根本上 基本上是挂着年轻人去死的 由始至终都是挂着年轻人去死 但是他们不会说的 现在其实年轻人都不听她说 其实已经失控了 说真的 但是全件事是失控的 所以其实他们哭是真情的 因为说 这些人又搞这些事情 我们被你绑死就快死了 不过忍不住哭 应该是这样的 再说回正题 然后道歉 找人立场那些文宣组 这个文宣组就说 哎呀 看那些年轻人都流了眼泪 找一两个人访问 哎呀 看他们多愤怒 哎呀 真是他们为我们 为什么我们下一代会这样 动之以情 整天说来说去迷小强 但是当夜晚 你会看到今天发生什么事 在那里烧衣纸 烧衣纸就等于当年 蕭若元叫人家打小瘾 晚上当当当当 没什么 但是又用一支链蛇笔 在那里逢人 有些网友给他看过 他们买的链蛇笔 是三万祸 三万 三千祸 三千祸等等 总之是很夸张的 这个祸数 是要 neutralize 有一些人基本上 对双方都是不满的 对你这帮小孩是不满的 对警察都是有些不满的 但是万一你这帮小孩犯了中路 他马上要走出来道歉 令到这帮人 不会倒向警察 neutralize 这帮人 全部是一个方法 如果大家听我们的 爱尔兰共和军 那一招 大家会明白我说什么 嗯 好了 不如让我说一说 不如让我说一说 刚才有些重力了 我说一些轻松一些 其实如果大家有看过史力加第二集 是 就会知道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应对他们 史力加第二集 就是史力加和那只牢友 在那个Forest那里 就荡失了牢 突然之间长乡猫跳出来 然后呢 长乡猫就攻击这个史力加 是 这个劳友就想帮这个史力加打低一只猫 之后呢 史力加就捉住那只猫 这个劳友就建议应该 阙了 阙了一只长乡猫 是啊 那只长乡猫才是以这个无辜的眼神 请求原谅 是 所以现在我们的做法 就是他们在称求原谅 阙下来就对了 我们说真的 真是淹了一群人 淹了一群丁蟹才可以真正解决到现在的问题 没错 因为今晚在深水埗他们用那些光射人 当他一射人的时候 警察就要出来 就说你不要再射了 他找了个人在那里广播 这次的广播据说是特别不同的 充满感情的广播 当你说我们决定动手的时候 这群人就散了 走进所有民居 让警察杀错良民 其实是很可惡的 于是当他杀错良民 现在在《立场新闻》等等的 所有的传媒就是说一句 警察向一条没有人的街上开枪 开煙霧弹 哎呀 那些小店全部受损 这群警察很坏 有高度暴力 小店受刑全部 我认识的小店的东柱都是告诉我 你们这群PK搞到没了自由行 他们就叫了苦 是我认识的小店老板告诉我 他们这次就走了去那些住宅区 老人家和普通深水埗 厚寮街一带的住宅区 想着激起那群人的民愤 其实我从来都是说的 这群人全部都是把那些和时野向最穷最无反抗力的 大众那里 即是中间人 其实是想逼我们这些中间人就反了 我们这些中间人其实应该站在史力家那边 要淹了这群猫 是的 这群猫就会这么过瘾了 这群叫春猫 夜晚晚晚你都来 这群叫春猫应该要淹了他 再说一下在大埔 有些人就走了到大埔商场 大埔商场的保安真的害怕了他 因为警察可能没有24小时留在那里保护他 怕被人家报仇 我们说过他是最厉害报仇的 于是就封了门 不准警察入 警察都吹他不唱 每个人的手臂都写着报仇两个字 这群人又很着弱 又在文宣上 说看看你们又失文心了 不是 其实是怕你们这群暴民而已 怕你们这群暴徒又来报仇而已 继续 于是他们认为又聚绩了民犯 应该过两天又出来 那天陈浩天又叫人家禁锁牙走 说我们有一次会认为16号要禁锁牙走 大行逢 那就是星期五 那我不知道过两天又会不会再烧衣纸 打打骂骂 这件事我是不知道的 不过沽默论点 他们应该现在就是为了下一个星期 又说18号大游行 就开拖 我刚刚看到有些人就说过两天又去机场搞事 就是他们连登仔是不停的 要做事的嘛 一天不做这些事 他一天不安乐的嘛 那post出来看看有没有人答应 说意图就利用汽车 塞路 就是找车塞住条路就行 很容易的 这样 现在呢 其实他文宣 说星期六 一起进入机场 利用交通去塞住条路 这样说的 星期六下午1点 连登仔 就打算这样说的 有网友post给我们 我们在这里说 可能突击的 一辆车就够了嘛 小数人租车 顶了他就算了 他烂了车 对不起 十辆车烂了 又是这样道歉 又是搞我的事 然后又道歉 就是这只 这只猫 都是要 淹了它才行 真的要淹了它 这群 VN法庭叫春猫 他们是不停 绝对不可以接受 对他们道歉 绝对是不可以接受 一定要淹了它 其实起码都要作个势出来 要淹了它才行 就算你不想淹它 都要作个势淹了它 才行 因为他们是要不停 他们的策略就是不停 扯中间的人 要吸纳中间的人被撞大 记住他们今天的文宣 我手上有一箱文宣 他最后那句 他就说 我们错 是要认 不过最怕就是 你们不再支持我们 这个是他们最大的心魔 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少数 少数的人最怕就有人遗忘他 这个是王浩铭说的 记住 绝对是 这群人他们搞这么大的声势 是告诉他们 我是很强 其实他们是很弱 绝对是 绝对是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 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壮大中间的力量 多点订阅我们的节目 多点分享我们的节目 给 志同道合的人 不敢出声的人 我们一起发声 我们的声音一定大过去的 迟早 很快 我相信 这个月月底 我认为我们已经可以有10万个订户 如果大家都大家用这个 辐射式的方法 将我们的节目 散布出去 WhatsApp WeChat Facebook 什么都好 全部散出去 大家听到理性的声音 我们理性的声音一壮大 这帮暴徒就自动收皮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全部站出来不再支持他们 告诉他们你们要停 只要所有人站在那里 跟他们说 你们要停了 至少要休战和战 给大家休息养伤 香港已经死定了 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好 节目时间差不多 休息一会 我们晚上会再有节目的 希望大家到时收听 拜拜 拜拜 拜拜